比現在車子還便宜 對著鏡頭打談房地產 他是藝人郭彥均 現在卻因為一篇轉貼對話 可能會遭到警方查辦 郭彥均在臉書上PO出 和醫護朋友的對話內容 對方提到主任 從四月五號開始都沒有休息 每天都在病房救人 看到很多孩子就這樣走了 要郭彥均呼籲大眾 對醫護多一點尊重 少一點謾罵 沒想到就是因為很多孩子都走了 這七個字引發軒然大波 甚至傳出刑事局要約談 郭彥均本人 目標針對農場文要加以偵辦 因為臺灣資訊環境研究中心 發現從二十五號到二十六號 一天當中就有二十五個 臉書粉專發表很多孩子 都走了為破題的貼文 不只內容完全相同 甚至都倒向同個網址 更詭異的是其中十九篇發文 都在下午三點三十一分 三十四秒到四十三秒之間 短短十秒鐘同步發文 因為假訊息必須同時符合出於惡意 虛偽造假跟造成危害等三要素 才能依照社違法來偵辦 但如果行為人不知道這是一個不實 或是假消息時就沒有觸發疑慮 在程度上是比較誇大 但是可能也還沒有達到 這個散布虛假消息 短短幾個字 涉嫌造假而已轉發 警方要深入調查 救出假消息的母后藏鏡人 今晚這晚王一軒 猜疑方報導 今晚這晚王一軒 猜疑方報導